是台北市的民众 第四天没能守住佳林 28号新增一名本土个案 因为工作需求裁检确诊 同时也新增六例 打过一或两剂疫苗的 境外移入个案 接种过两剂的BNT 那九月底的时候 有发病的症状 所以这也是符合 突破性感的情形 至于BNT疫苗 22号开始全台校园 开放学生接种 却因为延迟到货 无法如期施打 校园大概还缺 大概30万剂 可能没有办法 在十月八号以前 大家都能够接种 不过只要有这个疫苗 从国外进来之后 我们会先立保 这30万先给 这个校园新先 把它接种完毕 供货不及 也让BNT无法排进 第十轮疫苗接种规划 指挥中心宣布 第十轮以AZ 以及高端第二剂为主 符合资格 且没有上医院平台 登记的民众 要在29号中午前登记 预约时间 是在10月3号的上午10点 到10月4号的下午4点 那施打的期间 是在10月6号到10月12号 AZ 65岁以上的 就是还是由地方政府 来造策接种 政策急转弯 64岁以下 要接种第二剂 AZ疫苗的民众 必须确认已经填过 意愿登记 之后才能顺利 预约接种 来请问高龄登映中 台北报道 好 另外提醒大家 新冠药小心 给大家看